这个炒三丝怎么好吃 唐大厨今天教你 我们把这食材切成段 这是芹菜 然后胡萝卜切丝 这个绿豆芽 锅内放油 再放点香油 6成多的时候 放入大概15-16粒花椒 这个胡花椒的香味出来了 给它取出来 不要 我们先放胡萝卜丝 放入少许姜味 蒜味 葱花 给它炒香 再一次放入芹菜 这是香芹 最后放入豆芽 烹入少许的生抽 为了增香 放入盐 少许的白糖提鲜 鸡精 我们翻炒均匀 就出锅之前 我们烹入少许的米醋 从锅边烹下 这时候让菜我们就炒好了 关火 炒三丝 如果你喜欢 请给唐大厨点个赞